登机咯 拜拜 大家我要登机咯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Y.A.Ballery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新一成品 这一次呢 是要来参加成品 2023年的理想的文剧展 那成品呢 其实大概是每隔两年 就会举办一次理想的文剧展 今年这一次的主题呢 是叫做文剧机场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各个品牌 它们会带来什么样子和机场相关的元素 那这一回还有一项很特别的是 因为成品新一店呢 在年底就要熄灯了嘛 所以这一回的理想的文剧展 就会是最后一次在新一成品呈现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各品牌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惊喜吧 在疫情趋缓之后 很多人都重拾了海外旅行的行程 那机场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了 今年的文剧机场邀请到插画家 Asano Peko来担任年度机长 从进门就可以看到空服员 还有和旅行啊 机场文剧相关的主视角设计 现在看到的是文剧机场当中的成品航空展区 这里是主视角设计师Asano Peko的联名款 和台湾及日本等知名品牌 联名推出了超过60种的限定商品 最常见的文具 有资料夹 笔记本 印章 书签等等 那以最吸引我的品项来看呢 是和2230好朋友的联名贴纸和纸交代 这个空服员眼罩啊 我如果买了可能只会在家里面使用 带出门呢 还是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啦 那这边 还有这种小钥匙圈 有职位和角色分配 旁边闪闪发光的物件呢 最主视角的亚克力造型夹 款式是盲抽的 至于拿到什么样的小物 在最后的开箱会接手 各位来看一下 设计师说 这次开发的新品当中 觉得最有趣的这款 是和知音联名的立体外联礼 以行李运送车的造型出现 它可以调整日期 还可以插笔 或是当美某的家 非常俏皮又实用哦 那看完了成品航空之后 立刻进入到六大文具品牌的快闪区 首先来看到的 来自日本的百年文具品牌 KOKUYO 他们在东京羽田机场 有开设一间KOKUYO DOORS 里面呢 有贩售很多机场独家 我一直都很想要去看看 没有想到啊 人还没有到日本 就可以在成品预见这一间概念店 非常热门的笔记本 笔 小袋袋 测量野障等等呢 都在展场可以看到哦 他们还有这一种 把文具弄成了一串临时的这种串串包 以及一些限定色的经典文具 那现场服务带里面呢 有透明袋 笔 笔 口红胶 锁本本和便签 是相当划算的组合 这一回 首度参展的 日本品牌KING 整体摆设很明亮 可以在这一块区域 看到飞机窗户的风景 还有这个品牌的经典 事物型文具 那最吸引我的 还是这一种方便携带 像便条一样的纸皱袋 而且款式很多哦 那这些小贴纸门 也是琳琅满目的成练 还有这一种 可以立起来的便利贴页 怎么会这么可爱 哇 这边还有微型文具 它不只是摆设哦 还是一款四色的推推夹 这真的可以夹住文件给大家 那另外呢 它们家的服带也真的非常的服 有蓝色蹄带 微型文具 文件充纳夹 大张贴纸 纸胶带的拼贴本和贴纸等物品 而且以价格来换算啊 CP值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接着看到了机场的行李转盘 上面成立了很多笔带在运作 超级可爱耶 完美呼应了这次的文具机场主题 来看一下转盘上的这些笔带 里面呢 还装了不粘胶的笔形剪刀 各种很棒的花边带 立可带 痘痘贴 以及富士山象皮擦也都有哦 挑一组带回家 就可以拥有基础的文具套组 相当的活泼缤纷 这次还有看到这一款长条式的笔记本 这样的尺寸很适合放在电脑键盘和你人类的中间使用 打开来看 里面会有淡淡的方格或是明显的方格等选择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抬头看一下这片区域 这就是被手撞包围的快乐啊 1950年代成立的泥兜里 旗下优质的MD Paper 今年迎接到第15周年 所以这一回来台参展呢 把他们和15位创作者的设计原画全部带来台湾 这一回呈现的本本 远看会觉得是一片白色嘛 那近看有很大的玄机哦 这些本本有不同的主题设定 所以你只要帮封面上一点颜色 就可以看到不同设计的差异 是相当细腻的表现方式 而消费者购买之后呢 也可以从上色的不同 让本本进化为不同的风格 那除此之外 各种尺寸的本本 搭配了皮革书衣 还有墨水啊 钢笔这些好朋友 让人很想要一把包回家 继续要看到的是成立近30年的HiHi旗下的Panko系列 受到美式风格的影响 走出一种特有的复古怀旧风 不管是收纳小盒子 线圈笔记本 还是子弹形状的笔门 都可以明显看出 在美式复古风格中 还带有日本文具的细致 已经很久没有拿采访板出门了 可是这个板夹好看哦 收纳袋也是很吸引人的哦 尤其这个小图案 那他们的拉链用起来蛮顺的 内部空间很大 还附带一个网格层 方形设置 如果拿来放在行李箱呢 当成各种物件的收纳区隔 会是很棒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这一回带来的新品 就是酿黄 还有薄荷绿的限定色文具啦 这边是今回的 移造的文具和阿佐野佩子 的题目 沿着空港和旅行 的题目 阿佐野佩子的描述 在旅游的风格 演出的颜色 一些特别的文具 是特别的和遗特的文具 的古作品 就是特别的文具 要设定的 是特别的文具 的文具 是特别的文具 的文具 是特别的文具 它变成的文具 这些线圈笔记本呢,先前使用的经验,觉得写字蛮顺的,一般的原子笔不容易晕染。 拿一个小本本这样子记录,很有专业的侦探或记者的感觉。 但至于Panko的收纳盒,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上面还有附一张小标签,可以标注收纳的物品。 而且尺寸都不一样,不用担心你的物品放不进去,可以找寻最适合自己的收纳盒大扫来使用。 那这回的亮黄和不合绿线的顶星色,您喜欢哪一种呢? 首度在理想的文具展当中出现了台湾品牌一百代,已经是75年的老品牌咯。 这一次呢,他们的快闪电物件很丰富,不带呢是小天使耶! 另外还有二十四节气的铅笔和许愿石头笔擦,红蓝硬台还变成了小包包。 这些年代已久的文具呢,在这次展场当中,被用一个有趣的方式赋予了新生命。 过去也曾经有出现在理想文具展的八大主题,鞋、窄、削、切、年收、凉硬。 这一回也没有出席,不满在展场各个角落。 各种好写好用的笔门,极美丽的墨水。 还有不同用途的手账本,又或者是剪刀和铅笔盒等文具。 只要你设定好目标,基本上能找到相对应的文具,应该都不会是问题。 还有很多的限定版文具,等待大家来搜索哦。 哦,这边还有很可爱的食物系商品,我和二日挑选了地瓜薯条, 还有这本鸡蛋糕便利贴,是不是超级可爱啊? 另外呢,我们在印台的陈列处往下看一下, 是我们先前介绍过喵大的印章啦。 在抬头一看呢,喵大还有Win的指教带,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哦。 它们各自占领了一排,声势非常浩大。 那旁边的墙上呢,也贴有循环图的展示。 在另外一面墙上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的纸胶带拼贴, 以及各种品牌的作品。 熟悉的感觉啊,让我觉得好安心哦。 那这边最特别的纸胶带呢,是自己印和成品, 以及soso合作的四款PET。 这细致的排版和内容设计,会在最后开箱给各位看看。 那不只是纸招带啊,贴纸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具商品。 来看一下这一面浩大的墙。 自己印的方形贴纸,也有好几款和soso联名。 当然呢,也是要挑个几张才合理吧。 现场还有几个限定的文具自由装活动。 你可以先选大或小的行李箱。 接下来挑选喜欢的橡皮擦,把它们填满箱子。 只要能好好的盖上就行了,考验各位的堆砌能力啦。 再来,我把这个限定的铁盒,还有彩色的腊粒吸引了。 省了一个金色盒子,就可以开始装腊粒。 装满之后呢,只要盖得起来就算过关。 我其实呢,是想要走一个哈利波特的配色。 但是装完之后啊,才发现这个想法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最后这个活动呢,是你拿着一种塑胶餐盒。 可以随便选它这边的纸胶带6款。 都好像是你打包了一份纸胶带寿司回家一样。 OK,六楼展区逛完喽。 来看一下这次的活动大热门。 细腻成品三楼的酥酥展区。 来自京都的印花品牌,SOSO,今年满20岁啦。 这一次和成品合作,推出了台湾限定款印花。 像是墾丁、阿里山、水果等花色都非常可爱。 其实我本来并没有特别着迷这个品牌的。 就走进来以后呢,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文具和日常物品, 就马上被吸引了耶。 最后快速的开箱一波。 我虽然只买了一点点,但是朋友们的战力粉强大, 而且非常好心借我开箱。 就有好多的小可爱,可以分享给各位看看啦。 后面上这一群呢,是我的战力品。 在SOSO买了第一天就缺货的切割垫。 另外还有手包包和手贴纸。 我还特别买了戴人的图件贴纸。 听闻这一款呢,当然是我们太空听闻迷的必买之物咯。 那佛像款,是因为我想要被很多的忽奏还有菩萨包比, 着实感到很踏实又安心耶。 还有今年的主式决签订款和OS联名的贴纸, 采用了部分烫筋,真的很喜欢这一种质感。 最后呢,是和二日兑分的鸡蛋糕, 当然也是要给各位匹汤一下啦。 那前面开箱的切割垫, 这个尺寸呢有很可爱的两场滑色, 这边给各位看一下有多粉嫩。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毛巾,小袜子, 小包包,卷尺,增肉夹, 以及超级厉害的大背包。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好可怕的魅力耶。 那现场还有这种小型的立合带盲抽, 我们各自都是有买的, 不过五款花色里面呢, 我们一共就只抽中两款,QQ啦。 再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很梦的小贴纸和变桃纸门。 各位可以看一下, 人家的腊力是排得很整齐, 对比我这个,本来应该是霍格华兹系列的配色啊。 但乱到无法说服我本人的腊力。 然后蓬蓬们呢,还有弄了这个相品擦开箱。 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可以装得进去耶。 这种呢,应该是拿出来之后, 就无法再塞回去的概念了。 感觉很需要强大的空间概念才可以完成。 来看到这一次超棒的限定商品, 自己印和成品, SOSO联名的PET胶带。 经典的实数图样, 除了大小数字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熟文具哦。 有一些地方有带白墨, 有一些没有, 那还有一些小QQ线条啊, 我觉得这一款文具控必满。 这是阿里山元素的南天竹。 透光的绿色打底, 搭配白色的小球植物, 穿插部分的白墨或透明的呈现, 再用烫了红金的技法来装点叶子, 相当有质感耶。 这一转是我一看就很喜欢的款式, 主要是框框和花朵的呈现, 一个循环会有三种配色, 每一个框框也都会有带白墨 以及没有白墨的区别, 相当方便使用, 超喜欢。 最后这个是墾丁的意向, 一个循环是有蓝色系和热带水果色系的差异, 同样是背面有白墨或是没有带白墨的框框和色块。 这么精彩的编排方式, 如果大家荷包满满的话呢, 我推荐是全包比较好。 最后呢, 我们来拆亮晶晶的压克力造型夹吧。 这都是主视觉的物件, 有空服员, 还有这个盖章的海关机器人。 那至于消费满额送的是素片咯, 我们拿到契独犬, 还有文件猫, Super可爱。 以上呢, 是这一次在新一成品所举行的 2023理想的文具展啦。 期待各位都可以一起到现场, 感受文具多元的魅力, 一起喜欢文具, 也一起喜欢纸交代。 当然也要享受美好的展场活动咯。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